再说这八国联军的事 这八国联军啊 打北京来 也不赖人家 不赖他啊 不是了 不赖他 这个慈禹台后以为他的骑兵很烈 能抵挡服务 没想到人家这个洋人 洋枪上炮 就骑兵在洋枪上面前不可以抵 这么着 而这八国联军来了之后 中国老百姓了 包着他 老百姓认为这跟皇上打仗了 跟我们没关系 这么着 帮着运单要也好 本身他没多少人 烧的游艺员呢 听说附近的老百姓还帮着报柴和舵呢 就是帮着烧 他烧不着啊 这么着 再说 附近那时候 这兵力也不弱 他那个 平静那个新疆说 祖宗堂 全都使得德国重点 就是中国人爱自保 保存实力 这要打的话 也不愿意打不过去了 说你抱歉 老百姓要还进起来 你过来给你后两手断了 你也打不到北京来 就是大俗认为那是皇上事 跟老百姓没关系 皇上的国家 对 他真不回事 所以这欠证那个 条约怎么着 赔多少多少的钱 回来了 又重收议和园吧 这个英国人和美国人 他们是属于掠夺性战争 他打你之后 他把你东西都毁 抢走按照 毁灭罪证嘛 对 他们的这个习惯就是没习惯 他们别的 他们打仗也是 就是把你东西都毁了 把东西抢走了 战争 如果你不抢东西 人家消费别 他赢了之后 你又得赔的钱 又拿来夺你东西 所以希望这强盗罗逸嘛 就希望发动战争 对 就是英格萨民族 又西方民族的那种掠夺性 他是聪明法则 他就是说 他们外国那个 我看好些那个实交易好什么 就去打之后 把女人抢走了 把男的杀死 就是 就是 然后唯一是 他们那个图事提的那个这点 这套的都是山洞 然后给你围起来 围起之后 两三年你不出来 没凉事了 出来 把男的杀死了 然后女的就当他们的胜利 他们就是一里头硬战争 那个 现在好多人都说 就那个真妃景 您知道 知道吧 那真妃景 就这么一点 就那那真妃怎么进去呢 他这个厚弄的 厚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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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慈禧才厚老看着不碎眼 所以他这个甄妃的姐姐也入宫了 跟慈禧这个 两个命运 这两个命运 不要说众生 他们家住什么胡同 他们家住粉的胡同 就是甄妃的 他们现在那个院还宝头的 我们家亲戚的那家住 粉的胡同 不是在南城 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吗 西四这 砖打胡同 再搁一点 叫粉的胡同 他们家住那 是一个三进的大闸门 哇 那您家亲子现在住里边了 在那住的 他是单位分的房子 现在一盏大麻药 但是那个建筑一直还是原有建筑 基本人 都是前出廊后出上的 三草变 然后 不是那个八国联军 打北京了 这自己不喜欢他 对 又怕他领了 到时候外屋来了麻烦 走出来给他C鼎鼎鼎 这么着 带着他节奏